我最初的高考的经历讲起来就正向了 就是要暴露年龄了 暴露了说不定还显得你年轻点 其实我们的考试是经过推荐去的 我是因为做什么生产队副队长啊 表现非常出色 你还做过生产队副队长呢 对 许副队长 许副队长 然后表现很出色 才让你推荐上去参加考试的 那去考的时候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因为考卷很容易 我们是一种荣誉啊 因为你能推荐去考 你就很光荣啊 等于大概一半的机会吧 因为当时考的人也不太多 大概我忘了两个取一个 还是三个取一个 我这些年来不断的听到很多人 抱怨高考的各种各样的弊病 我总是那句话 珍惜啊 因为我出过一个时代 是没有考试的时代 这还真的是 就是我你像当年这个高考啊 基本上一考 我是85级 85年高考的 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 你考上大学了 那基本上就是工作错不了 就是这么个感觉 没考上大学的 就是工厂里当工人 所以呢 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压力 按照这是不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大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 好像 所以我刚才看这个片子啊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我觉得这件事啊 实际上在潜意识里啊 刻画非常之深 你比方说 我记得当时我的这个同桌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春 这叫刘春 班里呢 他考前三名 他一直是第三名 这么一个名字 我们那是重点中学 但是到临考试前几天 他不来了 就刘春不来了 说后来老师说 这人怎么不来呢 因为我是他同桌 就让我到他家去 我就记得我还跟他谈 他我说你怎么不来 复习了 他就说我不想考了 我为什么 他说我怕考不上 他选择的是他不考 就是他受不了这个压力 所以你就说 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议考呢 我还是在这个汪老师的 这个朋友圈里 那天啊 你想他这个老江湖 他都探为观止 你看他发几张照片 我们来看看 下来吧 这是考美术 考美术的 再看下边 哇 体育场 考美术 哇 家伙 这个数字 你在网上去查 我都不用讲 就说这个 一考的 报考一考的 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 报名人逐年升高 对此 那个作为那个考了四年 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 有何看法 是这样 就是一考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 将来从事艺术工作 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 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 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 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 不用上班 天天在家待着 如果做演员 拍戏的话 全世界各地去 很自由的生活 当然他并不知道 那后面有很多苦难的 这个背后的故事 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 他参加一考 其实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有一次呢 有一个孩子 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 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 王老师能帮忙 能不能帮忙 我就问那孩子 我说你考电影学院 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 我不爱看电影 他不爱看电影 他要考电影学院 我知道了 他想做一个电影人 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 至于是不是干电影 这个专业不重要 他要像电影人那样 旁边有美女 有这个叫什么 每天出去玩 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而且他觉得一考呢 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 特别适合那个 在学校教育当中 不是很成功的海 然后又有梦想 又希望自由的生活 他一定去选择一考 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 我那天问了一个 美院的一个老师 他就讲 这个学艺术很可怜的 说是真正能到 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 你比如说学表演 现在统计说 这几年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 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 但是呢 也不叫失业 他管这个叫做 大部分的人 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 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 就是一半以上的艺考 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 出来之后 是自由职业 不是 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 他们的收入 比如说他的法学院 这个什么医学院 他的那个收入 都是排在最前面 排到处第一的是 就他的音乐系 就是他的艺术系 他都是收入 就毕业以后5到10年 你看都是最穷的 就是就业率又低 其实也没什么工作 就是你真正的 从就业的角度上讲 选择去参加艺考 实际上不是很明智 我们都在讲 如何应付高考 高考的意义 别忽略了 当谈高考 还有一个面向 考不到怎么办 每年那么多考生 虽然比香港 香港更多考不到 那考不到 你当时考到500分 万一你考不到 那种心情 那种情绪 怎么处理 会不会自杀 会不会忧郁症 抑郁症等等 那很难受 我还记得我 因为后来 我在香港考高考 我们那时候 很好玩 我考到那个分数 是能够进香港大学的 结果我还记得 考高考的时候 我以为英文就像什么 骑自行车 你学会上游泳 学会就会 原来不是的 你没有练识就忘记了 根本完全写不出 那个英文作文 那英文那个分数 需要面试 我就去香港大学面试 面试了 也讲不出来 人家杨教授 问我问题 我讲不出来 因为当时整个香港湾仔区的人 都以为我考上香港大学 湾仔是一个区 等于整条村都说 以为你考上 北大这样 我还记得我一个人 守在我家楼下的邮箱那边 等着邮差来 等三天 每天大概的时间 我就下去 等他 把包包放下来发信 今天也没有 第二天没有 第三天有 然后发了这个信 我一拿出来 不马上打开 慢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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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对不起 我们不录取你 天哪 哇 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都记得 站在那天 然后站在那边 我们家的门前 然后呢 我还记得那种感觉 那时候呢 非常感恩 有一个很包容的家人 他们没有鼓励我 可是也没有问我 因为他们 我一回家 他们看我的脸色 也什么话没讲 就知道嘛 然后呢 没有问 没有问半句 我还记得吃饭 吃饭还故意把话题 讲到 江辉不如明天 我们去澳门吧 到今天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种经验 我除了想要那700万个学生 考上了 其他考不上 整个社区有没有 或者说学校 有没有支援 他们的情绪 支持他们 家里怎么样来对应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有这个历史经验 可以证明 要做好他们这个 失败考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比如说在这个唐朝末年 有一个叫皇朝的 就是一生中考了多次 最后一次 全力一搏 终于没有考上 然后离开长安的时候 留下了一首诗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透长安 张艺谋的第二名了 满城近代黄金甲 回去发动农民起义 你看今天呢 我看有的 有的这个年轻人啊 他就跟我聊天 我就发现呢 他不爱看书 一看就睡 最好的安眠药 一看就睡 我就觉得就是说 平常就说很空虚啊 很迷茫啊 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看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吧 我也不一定跟年龄有关 就至少我吧 我觉得哎 飞机延误 我从来不着急 只要我有本书啊 只要我有本书 你等三个小时 我坐飞机上看书呗 我现在碰到飞机延迟啊 我常想起他这句话 我每次很焦躁的时候 我就想起文涛 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不用急啊 你正好看书啊 对对对 这是咱们这苏东波说的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什么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那都是瞎掰了 但是我是说 就是我们有一种啊 从书里得到乐趣的一种能力 一种爱好 所以呢 我那天那个小孩就跟我讲 他说啊 我们从小啊 做功课啊 做到晚上12点 连电视都看不成 考验了 他看见这个书啊 他就烦 他考完了之后 他看见这个书 从此就烦了 我记得我们高考的时候啊 我是临高考前两个星期 才开始真用功 之前一直陶醉于 不能复习太早 复习太早 效果不好 是吧 一定是 你礼拜一考试啊 你礼拜六 礼拜天复习 或者礼拜天晚上不能复习 你要是礼拜三 礼拜四提早复习的 那脑子就 我在两周之前 都是看课外书 然后呢 班里大概我考个30多名 实际上是我自己掌握到30多名 咱们就是藏拙 要低调 但是我心里知道 我心里知道 就是说这个 我只要一下功夫 层我就能上去 所以我一高考考我们班里第10名 我们那个重点嘛 就就考上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两件事 也是徐老师刚才说的 你知道 就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科举 就是王阳明 我那天发现王阳明 就是明朝的这个大儒 讲究这个良知良能嘛 王阳明当时也碰到过这个 他就觉得 他说第一 人要修养自己 人生的进步 我要读圣贤书 修身养性 这是一条路 但是另一方面呢 没有科举 就没有进身之阶 对吧 这两个矛盾 他跟他的子侄辈们 也是在说 说不要因为科举啊 荒废了这个 修养圣贤之道 但是呢 你不好好复习功课 你把心思放在 看贤书上头 你考不上你怎么办呢 于是后来你知道 王阳明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他这个理由也很有意思 他说呀 你不要去管这个科举 这个八股啊 是有用还是没有用 他说这是另一件事情 他说比如说 我们要觐见 我们要觐见皇上 对吧 那么等待皇上 这个照用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诚意呢 你是不是应该先给皇上行礼 或者呢 再带点家乡的土特产 就是你要有诚意 高考就是一个诚意 就说死记硬背吧 你连点死记硬背 你都没有 我怎么能相信 你是诚心诚意的 要成为动良之财呢 你看王阳明这个说法 我们还挺有意思 你比方说 我现在买了 我这辈子不可能看完的这个书啊 你知道 我觉得我很贪婪 我觉得就像个这个很贪 贪什么呢 贪知道 就是 其实我觉得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就是说什么都想知道 就好奇心太强了 所以不是因为 想装什么有学 真的不是 就是想 哎呦 五千年的历史 里边多少事啊 就觉得 我活这一辈子就几十年 但我要能把五千年的事全知道 我不是比你们赚吗 但是呢 我还是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老在想将来啊 就将来啊 真的是知识储存 都能够外置了的话 你这个大脑空着干嘛 我有一次跟这个 钱文忠 钱文忠老师聊 他说老师不是纪献林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跟咱们说这个民国的时候 陈寅雀 也有人陈寅客吧 就是 说学贯中西 几十门外语 甚至他涉猎 几十个学科 我说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了 但是钱老师说一个答案 我倒是没想到 他说呀 他说你比如说我老师 他说我告诉你 他实际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老师的那个年代 他可以身兼多个学科 他说但是到今天呢 他所涉猎的任何一个学科 单一学科来说研究的深度啊 已经超过了他们当年 对 但是呢 就每一个学生只是奔了一门 这个学生呢 就不知道另一门了 所以你看这是现代的一个特征吧 就是说他无限专业化了 可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 你比如他们在讲 就是说我还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劝君莫谈陈寅雀嘛 对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陈寅雀的学术 就像陈寅雀说王国伟一样 就是他的学术 是不是那么样的泰山一般 或者说无可争议 无可推敲呢 重点不是在那 重点在人格 就是或者说 重点在一种 陈寅雀所说的气节 风范 所以说我现在就又开始想啊 综合 比如说这个知识啊 它到底是用的 就像你刚才 这咱很明白 但是另一个就是说啊 为什么要记很多东西在脑子里 它和记在手机里有什么区别啊 我觉得啊 是不是你这个头脑就像个香炉啊 哎 它扔很多书 实际存在你脑子里啊 它可不是像存在电脑里 它自己会化合吧 对 它就成了 对 你始行今天你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把很多事情像金庸一样 武侠一样去理解 这就说明当年的金庸的一些东西啊 成了你这个人 其实就这么说吧 那些书啊 你的阅读啊 在盘你的脑子 嗯 所有那些书来轮番盘你的脑子 所以你脑子当然也有成包姜啊 包的脑姜 嗯 反正这个是有用的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 就是说买很多书这个事啊 以前都当原罪当羞耻 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不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对 就是人呢 你知道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看过很多电影 可你为什么活着 不是因为你读的 所以还有很多书你没读 你电影没看 姑娘没认识 你才值得活下去 我就说人呢 跳到游泳池里 你皮肤接触到的那层水 不可能拖得你浮起来 正是你没有接触到的水 它让你浮起来 是你没读过 没经历过一些 让你活 要不然就 啪哒一下 你跳水磋子 你就摔死了 你只湿连连的摔死了 就是你没接触到 又觉得有意思 我买了 证明什么 我求生 我光荣 我想活下去 所以说啊 望阳星探这个词啊 是个很美的画面 对啊 他不光是在岸边叹息的那个人 实际上 当你望阳的时候 就说明啊 你的生命里 有那片大海啊 你跟那片大海 至少崇敬过 就这点 崇敬过 至少崇敬过 包括说 咱们刚才说 好多人说 我现在不用看书了 我随时百多百个搜出来 不一定 有些东西 你去搜出来的 你理解不了 你如果没有长时间 去浸淫在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去 你连搜索都不会 我觉得特别要破除 这个搜索崇拜 对 就是你知道当我 我还有一个朋友 叫张立线 我们两个人 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特别在把搜自己 他搜的叫 主张立线 我搜的叫 历史航程 主张立线的历史航程 俩人都在 一看 不是他们俩 不是我们俩 所以就 其实你网上搜 大量东西 是跟你要的 不相干的 这就说 一件事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例子 香港导演彭浩翔 他有一次 让他助手搜一个东西 鱼栏盆结 他要知道这个资料 助手给打出来 不到十页 他说不可能 这么少资料 整个网上 后来一看 你给我打了个 孟兰盆结 姓孟的孟 所以你怎么搞这 那个助手说 那不怪我呀 能打出实验证明 有这么多人 也写的是孟兰盆结 那你搜搜 鱼兰盆结 可能一百多页 这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 不知道自己要的是 鱼还是孟的时候 你就满足你 搜到的一切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这两个字的区别 你都不知道 就你这个见识 没有 你搜那些东西 而且现在搜搜 有一个干嘛问题 或者说便利之处 他搜很多 提到别的字的时候 他有一个链接 你提到多温涛什么怎么样 剩余于什么 在武汉读的大学 武汉他也是个链接 点开之后 武汉大学的 所有的这个校室都有了 很方便 但这种方面 往往就咕咚一下 你就沉进去了 我就有一次亲身经历 有一次我是在搜什么呢 在搜悬武门 悬武门 北京悬武门 打的时候就打错了 打成悬武门了 自动跳出来一个条目 悬武门之变 我说那行 看看吧 看到悬武门之变 忽然我想起来 我说下面还有一个条目 悬武门之变当年拍过港剧 李立珍唱的歌 我还在想 我说李立珍唱的歌 那个爱江山 爱美人不爱江山 还是爱江山不爱美人 听完之后 我说这歌我听过 李立珍这人的履历 我没了解过 看到下面有一链接 我又点李立珍 看到他的履历之中有一条 他说他是第一个 除了他唱那些古装歌曲 他是第一个 把雷鬼音乐 打雷的雷 鬼怪的鬼 把雷鬼音乐 引入台湾的人 我一看到 我说这个名字酷 点开 一看 像你说 雅买加的音乐 我说雅买加音乐里面 有一个至尊北斗 我现在已经忘了 这知识不算 他呢 就说这个人的牛之处 甚至他的音乐 导致当时的两个政党和解 我说这个也酷 才查那两个政党 一路查到了16世纪 西班牙人 对雅买加的殖民史 一下午就没了 但你回的时候 宣武区都撤销了 你比如说 假如我是你的学生 那我说这个老书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想留在北京 但是我找不到工作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找不到工作 我生存都有困难 那你跟我讲什么价值观 讲什么人生观 我现在的问题 也许是我要不了留在北京 还是我只能回 我家乡我也不想回去了 那我下端饭在哪 就是 这我何以自处呢 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一般都是这样 这么情况 我经常也是经常听到 学生跑到我这里 我们经常聊到 类似这问题 这个应该是步步生意 步步你得自己了断这些事情 你得走一步说一步 严格意义上就说 毕业之后你要找到工作 那好 如何找到一个工作 你要解决这个饭碗问题 对呀 在我画画的 不是经常说一个 就眼前两碗米饭 你先解决这两碗米饭 眼前两碗米饭 心中一粒飞红啊 还有飞红呢 自由的那个想象的 思想上的情感上的那种自由 那个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享受 是吧 但是你眼前的 你这口饭你吃不上 你想什么 此时不损 你黄龙其他 是吧 这个是必须的 对 是啊 这个问题 他目前最大的疑问 可能就是要找这份工作 对不对 那好 那你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一直主张 不要我们刚才谈的是 把前情后后的 不同年龄阶段的 就是人类的面领 所有的你怼的一个人 此时此刻 你要让他整体解决 那是不可能的 对 每个人都 你都一步一步的走 步步的 我说步步生意 那先解决眼前的这个疑问 所以我比较贪同的 就是人不要先有一个形 把自己设想成一个什么样子 你这个形 我不说你是个方的 世界上哪有那么准确的 一个方形的一个尺寸东西 你可以把你割下 是不可能的 那好 人家最好要无形 就是我的意思 就跟水一样 流到一个什么形状里 我就随物复形 是 但是如果说 我有两碗米饭的这个饭碗 但这个饭碗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眼前 你能换个工作吗 对 没有 那就坐着嘛 没有 好先 那先坐着嘛 所以我跟我兄弟说 你先解这个饭碗里面 这都甭废话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